禮拜天一早呢 其实在桃园机场第一航巷这边 有很多的旅客都等着要出国 但是今天呢 中国是以航太活动为理由 在我国的这个北方85海里处这边 也就是台北飞航情报区的管辖范围内呢 来设置了飞航的禁航区 影响时间呢 会从4月16号的早上9点半 一路到早上的9点57分 一共是27分钟 中国对台要划设这个禁航区 那其实呢 我们再往左边 右边这张图来看一下 稍早呢 其实之前交通部长王国财 就有特别提到说 这样子的一个禁航区来设置的话呢 其中一共会有9条的航路来受到影响 预估呢 会有33个航班都有受到了影响 那今天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段时间 起飞跟抵达的客机 其实有相当的多 而我们稍早已经有看到的是 原定在9点半呢 要飞往这个大阪跟关西的乐陶航空呢 已经延误到了早上9 早上的10点05分才起飞 而另外也包含 航行与航空要飞往 札幌 还有这个吉隆坡的搬机呢 也同样呢 是有delay的一个状况 而其实也因应这样子的一个禁航活动呢 很多旅客都觉得非常的担心 心里还是难免会有些担心啦 也不能说什么情绪上来啊 这也没办法的事啊 目前还不确定 对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延误 好那也因今天中国对台的禁航呢 交通部先前是已经有给航空公司来发布了这个飞航通告 有经过这个禁航区的部分呢 都要绕道而行 预估呢会增加20到30分钟左右的这个航程 而桃园机场呢先前也表示说他们已经预留停机位来做营营